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 一朵朵精美的苏油花如期绽放在青海省黄中县塔尔寺 苏油花以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 第二佛陀宗喀巴的梦境 佛前供养花卉饰品 重现神圣庄严场景演化至今 公元1612年正月开始在塔尔寺供养苏油花 中国各大藏区亦有制作苏油花的传统 但塔尔寺苏油花堪称该寺藏意三绝之冠 代表了中国藏区苏油花最高记忆水准 塔尔寺苏油花与壁画堆秀被预约塔尔寺的艺术三绝 艺僧们介绍 苏油花先用草枝麻绳扎骨架 之后做成黑色配料 并将各色矿物颜料掺入新鲜苏油中开始制作 一架苏油花得耗费1000余金苏油 每年农历10月起 塔尔寺上下两花院便开始各自选定主题 完成构思并投入制作 并在正月十五时才可一睹彼此的真容 此次上花院苏油花中 一人多高的主尊文殊菩萨端坐正中 其面容白净如玉 服饰艳丽 其左右分别是杜母解巴难和罗汉杜海图 而下花院主尊为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神态端庄安详 两边则是杜母解巴难的故事 下午五时三十分许 塔尔寺的僧人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把苏油花展台 一块块拼接完成 僧人们在苏油花前点起苏油灯 奉上贡品 开始送念经文 随后奏响专门为苏油花而吹弹的花架音乐 排着长龙的信众们开始缓步观赏苏油花 今天是特别震撼 今天我是亲眼目睹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就生灵奇境 然后就在她的跟前 然后就拍了照片了 就感觉特别震撼